我應該可以用兩個字形容 非常無奈,但也要接受 因為事實上這次是非常罕見的事件 如果單單以社會運動而當日去宣佈取消 這次都可以說絕無僅有 其實公眾安全、人馬和入場的觀眾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看到很多網上的報道 或者討論區 有人說過一件事叫幻彩遙天錄 可能是否想帶雷射筆進去 照著馬眼的情況 其實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因為對每一匹馬 第一,馬本身是非常容易受驚的 如果馬上起琴馬在沙圈發脾氣 扔了騎士下來會有所受傷 或者影響到其他馬匹 甚至影響到其他公眾人士 這件事是非常不好的 第二點 如果真的到頭來有人響應那些網上的號召 可以圍堵馬地 或者到頭來入場去叫囂 去圈蛙 真的影響到不單止馬匯 影響到再長的人士 一齊口角甚至動武的情況 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想見到這些情況 我覺得昨天馬匯的決定是正確的 因為始終那些示威者 無論去到哪裏 他們一定有抗爭活動 一定會引起混亂的 對 同事如果真的跑馬匯 你進去馬匯 你知道馬匯真是拼命 馬匯都輸了錢 都會有少少 覺得都是給你影響的時候 一定會引起爭執 一定會吵 因為始終一有對馬 那些場面去到哪裏 都是不可收拾 或者警察出動 不要說到胡椒訓步 整個場面的馬匯一定會混亂 不要因為一輛馬匯 要走去搞亂